四位的主要的演员 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想有一些粉丝在那边也都迫不及待了 我们马上要欢迎我们的艺人朋友出场 第一位登场的是我们八年党的长盛军 黄维德 再来是我们的宇布克扮演者全能艺人何润宫 二人四大名代的林兴如 还有我们的永远的曹操 曹操的普洱人选 陈建斌老师 欢迎我们四位再次热情的掌声 四位好 我们在这边尤其我们重视的大家掌握 我们的领域总经理 会不会现花结果 因为四位主角都从四个不同的地方飞过来 然后接着又有三位要赶着 等待会儿下午就要飞出去了 所以你看是不是真的很辛苦 李总在这边 从千里之外来到我们的台湾 然后到台湾 工程如同非常的辛苦 谢谢 那我们前面有两千多套的飞架 六千多样的冰器 然后三万多套的衣服 五万多件的道具 同时间要有一百辆 加长型十公尺长的货车才能载得下这些东西 全具七十多场大小战役在三国这个小说当中 里面全部忠实呈现 当然都知道这一出戏 拍得多辛苦 拍得多用心 我们热烈的掌声 欢迎我们四位主要的女儿上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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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请 请 吴德哥 吴德哥坐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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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德哥好,因為我們八點檔連續就收拾冠軍的保證 先跟大家簡單介紹,我們每一位按照順序介紹完自己的角色 然後跟大家問的好好不好?阿德哥好 順暢的貴賓,各位領導長官,各位媒體的清晰小姐大家好 很榮幸能夠參演三國,我在戲裡面歡迎的是周宇 周宇,好,還有歡迎歡迎歡迎,還有我們的遠道來的陳老師 大家好,我叫徐建均,是在這個三國立演,曹操,很多觀眾 歡迎歡迎,陳老師今天是來到寶寶台灣,好,你的身體太舒服 好,來,這個西儒姐 大家好,我是徐建均,我在三國裡面飾演生小妹,謝謝 好,再來是周宇 大家好,我是何仁東,我演的是仁州旅步,馬生赤兔那個旅步 常會講版,是要想一下 不能講錯了,真的是馬 好,好,這個,我們其實這部戲,剛剛看那個精彩的片方,我覺得好可怕 拍攝起來,肯定相當的辛苦 有沒有在拍攝過程當中,印象最深刻就是 特別辛苦,或者是特別快樂的地方 阿德哥,你先說好 我覺得,首先時間,我拍攝的時間是八個月,然後中間也因為有各個老師,各個大灣之間的檔期的協調 所以我覺得比較辛苦的應該是,時間的這個,等待的時間比較長 有一場戲是,穿盔甲戴妝,等了16個小時,後來還是沒拍到 然後發現說,這場戲取消的時候,我已經在車上睡婚了 哦,第二天醒來才知道取消了 沒有,車一動就醒了 好辛苦哦,你跑了幾個時間 我大概就拍了四個還是五個 哎呦,辛苦辛苦 然後有什麼有趣的事情 呃,我啊,我現在能夠記得的就是我們動物這一塊 啊,因為我們動物這一塊,包括剛剛看到就是這個 呃,霍青老師是 呃,然後還有這個呂蒙,我們這幾個人 常常在一起討論戲 然後只要呃,一個一場戲OK了以後 我們全部男生就跑出去抽煙 哦,因為現場的景,全部都是石墓大 哦,然後男生又是 就是,呃,都會跑到那個帳篷外面啊 或者是場景外面去抽煙 因為在裡面很怕那個 鄉面會離奇火山嘛 是 哦,所以那個,因為那一帝拍戲非常辛苦 所以有時候有煙皮辦那個 啊,還有一個我覺得很好玩的 啊,就因為大家都捉摸那個劇本啊 所以,我們又是都是一群男的東西 嗯 所以常常就是我們在那邊都會 呃,在那邊抱怨另外兩條線 就比如說包括這個曹寶那邊啊 那或者是他們就會抱怨這個祝賀亮那邊 嗯,都有名的 我研究這個劇本 比如說他們實在 其實他們也是很狠的 哦,就被大家一直在抱怨那兩條線 哦,然後最後就討論一個總結 就是我們最可憐的 就是東吳這一塊最可憐的 嗯,男生也能多啊 對,因為演員少 基本上沒有,就是 我也算東吳的,不過我後來嫁了 對啊,都嫁過去一定都 我都沒碰到你 完全沒有 一場都沒有 一場都沒有 悶透了齁 對啊,其實他也是我失色的一個技巧裡面 對 啊,對啊 那我們就 完全沒有 那我們就先聊聊 過得比較好的那一球好不好 東哥 剛剛看到你的話講 那個天雷公眾地火 我是沒辦法說怎麼好或不好 其實他們出來的時候我已經死掉了 哦,不是不是 不關乎生死,誰都會死 但是他過程 他都像你剛剛都有美女相伴 人家只能抽菸,你們還能聊天嗎 哈哈 對,還可以啦 對 但我,因為其實塞國呢 整個是一個比較男人的戲 所以很多的一些 謀略啊,真天下 但可能高熙熙導致就希望說 女富跟飄成這樣線呢 就可以在亂世中有一點 那種愛情,榮情的感覺吧 是 然後 呃,這次在拍攝過程中 有沒有擦出什麼火花 其實是 是 還好啦 那我印象比較深刻一場戲呢 其實是 呃 呃,也跟陳建平老師有關係 其實跟陳老師沒有推到體場 那在最後一場呢 是我被綁起來 嗯,然後呢 劈口散髮 他,陳老師又吵到什麼要處決我 嗯,然後那個時候呢 我才知道原來天底下最痛苦的事情 是有幾根頭髮一直在眼上這樣子 然後呢,你的手 又不能去 腦癢 對,然後你又要去邊演自己很兇悍 你現在是老虎 但明明你就一直想打噴氣 哈哈哈哈 因為我本身有鼻炎嘛 所以那個頭髮在我臉上一直摸 其實很難過 然後 然後 陳老師的那個時候 他就 靈體一動 在戲裡面 他演個曹操 他就過來 幫我把 頭髮給腰開 說是不是很癢 哈哈 然後很貼心喔 很貼心 然後他是用曹操來幫你剝頭髮 還是用建兵老師幫你剝頭髮 用曹操 嗯 然後他幫我 剝完頭髮回去 他就說 死我死 哈哈哈哈 就現場加戲 林常傳宴啊 對對 太厲害了 這真的是戲骨 但是我覺得這個 倒還好 我覺得最痛苦的地方是 呃 因為高希希導演 他一般都是 譬如說 中午一般都十二點放半 是 他都喜歡撐到 沒有兩點才 才放半 然後呢 我躺在那裡 就是我聽到我肚子在叫 聽到 滿場很多的 哎 跑得有工具人員肚子在叫 都在叫 對然後呢 等當你說放半之後呢 那個 道具老師他也 忘記了我 全劇組都忘記了我 還跑在那裡 對就我跑去吃飯了 天啊 對 後來你鬆綁的時候吃的是消夜 哈哈哈哈 哎呦這樣太辛苦了 所以有時候真的在外 在外頭拍戲 不是棚內的戲 就真的太辛苦 像剛剛 維德哥他是 跑了大概四五個省 我知道這書記 跑了十多個省 大概中國我們大 大半江山都跑了 你印象你跑了幾個地方 我因為 礙於 旅部的壽命比較短一點 啊 所以呢 就沒有跑那麼多地方 沒有跑那麼多地方 對 好 這個拍戲啊 非常的辛苦 那男生都覺得辛苦 女生就不用講了 欣如姐 哇我是最不辛苦的欸 但是 因為 因為女生是戲很少 是 對我們只是在一個 在很多英雄當中做點綴的 嗯 然後 我也不用很長時間待在居住 基本上就是 可能這個場景會有 然後會提前可能 半個月給月通知 是 然後來也是幾天 哎呦 我就去北京跟 很念了 哇那妳還蠻好過的 但我講的辛苦是 妳應付這麼多英雄 會不會辛苦 哈哈哈 我跟蔡特的三位 都沒有對手戲 都沒有對手戲 我就跟劉備 然後還有孫權 我哥哥跟我媽媽 吳國泰有對手戲 其他都沒有 應該很多的這個 很封閉的一個社會 是齁 那這次拍戲 會不會特別的 印象深刻的戲 或是場景 嗯 其實是剛剛大家看到的那一場 就是中華化作業的時候 我們兩個要贏 就是贏了之後 他贏了我就 我們才可以進洞房 唉 那因為蒙了面紗 所以 年代就這樣玩 哈哈 就妳進去 哈哈 是 應該吧 哈哈 是所以那場戲怎麼樣 沒有 因為要戴頭紗 所以很難打 雖然也有替身 可是還有很多比較特寫的 是看得到我的臉的 喔 所以本身就不是打得非常好 然後還有東西蓋著 還要穿那個 那個結婚禮服那種 喔 所以就很難 我覺得孫小貝是一個很悲劇性的人物 他其實是一個政治禮物 就被送來送去的 是 然後最後也是在劉被死了之後 他也就 有 呃 之前好像是有傳說他就是投格的 嗯 那也沒有 我們這劇裡面也沒有分享 之後他就等過就有提起出現 嗯 好 接下來我們 曹操 這個是 在史上都相當具有爭議性的 依正義邪啊 也不知道他是好人還是壞人 但是透過我們的 嗯 陳老師這麼一詮釋出來 特別的有味道 有人說這是史上最強的曹操 曹操代言的博爾連選 建民老師 聊一聊這齣戲吧 嗯 這個戲 然後開了很多時間 嗯 幾百多人 就是參與到這個戲來 今天在這個 在這兒開這個發布會 就是我們私的人就代表了 我們這個居組 嗯 呃 非常盲興 就是能夠參與這個戲的拍攝 雖然他不僅僅是一個電視劇 還是我們的四大民主 這也是打到我們就是中華民族的 這個優秀的這個彩虹文化的 心地 我們能夠有性啊 呃通過電視劇的形式 來 就算是普及也好 就傳達也好 就像我們的中華民族 傳達文化 嗯 我覺得 他的意義已經超過一個電視劇 嗯 他是一個功德無量的事 所以我覺得能夠參與 我就感覺到十分人性 嗯 在加上我們能夠跟這個 林欣如 這個何仁龍 還有黃雷德 跟他們一塊合作 還有一些深感的榮幸 在這個開戲的這個過程中 呃 從他們身上就學到了很多 呃 東西就是 生活方面 還有藝術方面 都叫做獸藝合身 哇 我好希望 以後 以後能有這個機會 就是能夠 能再向他們學習 能夠再次跟他們合作 嗯 謝謝 我們才好好跟你學習 對啊 你知道我們要跪下來嗎 欸 建斌老師 我們在天津的節目 也曾經合作過 然後有 那個也是在搶三國 你旁邊坐這三位 都是歌手出身的 然後各而擁則演 對 那東哥他也是模特 拍廣告 然後歌手 然後又變製作人 製片人 都非常的厲害 但是 我覺得像剛剛 因為您是科班出身的 然後後來 又變成了執教編 也自己也當老師 在這個中戲 那 您剛剛那場戲說這個 呂布的頭髮也亂 很不舒服 您就去撥頭髮 這個是即興的表演 導演沒要的 我這個 不顧之一提 這個 何仁東就是 發展我非常感謝 但是我從他們身上 就學到更多 就是對這個 別那麼客氣 我們不是問您 跟他們學了什麼 我們不是問您 教了他們什麼 對啊 因為根據我對您 外形上的判斷 您應該沒有頭髮 會刷到臉的這種困擾 哈哈哈哈 那你怎麼知道他正不舒服 對不對 那只是一個就是真實的反應而已 是 就像他說他感覺到很癢 我能看到你我也覺得你會很癢 我 哈哈哈哈 不好意思 所以這個也是透過一種詳細的觀察 敏銳度 那麼我們知道 這個 其實 好像 建平老師跟大嫂 認識的過程也是因為一齣戲 那麼當初呢 在喬家大院這齣戲裡頭 大嫂也是一個著名的演員 兩個人還因為照本山吵了架 在劇組裡面 因為那個建平老師 他在拍戲的過程 那個嫂子 前一天晚上把劇本全部都背好 背好 台詞都背熟了 這個天一來 建平老師覺得這個台詞不好 結果跟導演溝通溝通 結果就照著那個劇本山 就照本山裡的 就是把那個大嫂的台詞一砍掉 一換了之後 大嫂都不演了 就是一不演之後 反而兩個人越走越近 從真實變成是認識 然後兩個人就走在一塊 結婚然後現在 現在有一個五歲多的孩子 對不對 拍三國還會照本山嗎 哈哈 就是以前 就是對這個劇本做修改 是因為這個劇本本身不是很成熟 就是需要做調整 我想就是不管是哪個人 他做哪一個職業 對 都不可能按照他自己的計劃 百分之百的去實現 其實這過程中需要做這個調整 這個是可以理解的 對好的意願 當我碰到 比如像三國這樣的優秀的劇本 很成熟很完整的劇本之後呢 你不需要做這個修改 你只要忠實的表達原著的意思 就行了 哎 所以啊三國的劇本 老師幾乎只字未懂 也表示說前置作業做得非常的好 我們從籌備到拍攝 花了快六年的時間 所以這齣戲是值得大家來欣賞的一齣戲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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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